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就是日本锯子 这个日本锯子它两边都有这个齿 一边的齿比较粗 一边的齿比较细 细的齿切割比较精细的小的部件 大的齿切割大的 这个日本锯你看它是软的 为什么要买这个日本锯呢 第一个它这个比较小 比较方便携带 把它拧下来 这个齿可以拿下来 比较小 方便 你看 拆下来 你放在包包里都可以放 那个传统的中国的那种大的框锯 那个拐子锯 那个太大 不方便 而且呢 它这个呢 比较方便 比较小 可以随身携带 再一个呢 它这有两边的齿 等于一把锯子等于是两把锯子来用 两边它都有齿 有大齿和小齿 再一个日本锯的好处呢 它切割出来这个木头呢 它没有毛刺 毛刺比较小 切出来的比较干净 比较干净 毛刺比较小 还有就是它这个价钱也便宜 40块钱 40块钱相当于两把锯子 对吧 那个传统的那个 那个中国的那种木工具 也不便宜的 这个又小又方便 而且它这个叫拉锯 它切割的主要是靠拉的这个力量 来把木材切断 不是靠推 是靠拉的这个力量 今天现在开始这个东西都到了 开始自己做的这个木工 做一个做个家具玩一玩 试一试 尝试一下